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佛度有缘人的女人 这辈子的福气总是旺盛些 多精多子 如有神柱 而下面这五个月份出生的女人 天生就有菩萨心肠 越善良就越有福 一生既富贵又有子 好命到老 一农历二月出生的女人 二月出生的女人 命为百草之源 樱木命里蕴含旺盛精水才源 虽然多数出生贫寒艰苦 但人生前景广阔 无论是爱情运势 还是事业运势都是虔诚锦秀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天生菩萨心肠 凡事总想着他人 他们很有包容心 不喜欢斤斤计较 也不想和他人发生争执 受到他人的喜爱 这个月出生的女人 前世行善积德 所以这辈子大吉大利 他们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苦难 到了中年时期 可以得到发展的机会 飞黄腾达 功臣名就 子孙陈群又有出息 可以说都是老天爷 对他们应有的眷顾 晚年时期 富裕安乐 福禄双全 享受子女福 二月份出生的女人会理财 自己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生活得很踏实 从不把自己挣来的辛苦钱作为己有 更不会出去乱花乱买没用的东西 而是将一部分钱财存入银行 把另一部分钱财作为家庭开销 这样丈夫挣来的钱 交付于你也会很踏实 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会理财 会持家的好老婆 生于农历二月的女性 她们天生有着好福气 一生平顺无苦 可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生活 她们积极向上 努力要强 从不服输 她们洒脱 坚定 低调 踏实 一生中可遇到很多的贵人 并且得到他们的帮助 而在婚后 也可给家庭带来快乐 带来欢喜 同时还可为家庭带来财富 可使家庭过上富裕的生活 二农历六月出生的女人 六月出生的女人 天时虽熟土 她们的命格却是熟火的 夏日圣烈之火融入土相命格 形成了她们理性而心善的性格 六月出生的女人即便不聪明 也多数是性情中人 为了帮助他人 甚至不惜自己付出很多辛苦 所以她们最容易遇到好男人 嫁得好婆嫁 再加上六月出生的女人话虽不多 却很努力 一辈子可以将钱财拒杀成她 被她们帮助过的贵人 也会时常从旁相助 家庭会因为有她而富贵连年 多子多福 农历六月出生的女人 她们的性格是非常温柔的 而且也特别的体贴自己的家里人 心思细腻而且非常乐观 能够把握细节 这样的性格 注定了她们非常会精打细算 也能够把家庭生活 打点得井井有条 虽然说不花多少钱 但大家都没有后顾之忧 也都觉得生活 过得非常舒心自在 亏得有这位巧媳妇在 一家人的生活 从原来的捉襟见肘 可以逐步转为顺顺利利 因时富足 大家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尤其是她们的丈夫 将会实现进步 事业也有慢慢的改变自己 也能在这样的积极状态之中 让发展之路更加平稳 三农历七月出生的女人 农历七月出生的女人 命为精知才酷 命中有才门 虽然出生在音乐英时 但性格纯良 心地人善 人虽然聪明但不骄不躁 反而心肠慈软 即使是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 在她们败落或是需要帮助时 还是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样好的女人 也配拥有完美的幸福生活 因此她们婚后会财运亨通 成绩斐然 桃花也能来源于 不经意间种下的善音 宋子观音命中庇护 镇守财库 她们也必将生下不止一个 有福气的孩子 一年更比一年福 一岁更比一岁富 人生总体甜多于苦 也注定是会有一个完美人生 身于农历七月的女人 有修养和气质 有着与别的女性 不一样的内在魅力和外在气质 从而使男人看待的眼光与众不同 将从老公那里得到不一样的赏识 她们尽量避免任何形式的冲突 并始终诚实和公开 同时她们也期望别人 亲戚朋友有同样的态度 如果她们的期望被欺骗 那就要小心了 她绝不会原谅你的背叛和欺骗 七月份的女人很特别 四农历十月出生的女人 农历十月出生的女人 命中藏才 是富贵之人 她们大多数外貌出众 魅力十足 贤良淑德 虽然有时候喜欢感情用事 比较敏感 但是她们对于生活 有积极乐观的态度 从小她们就乖巧懂事 常常为父母分忧 结婚以后 她们非常顾家 愿意为了家庭付出自己的一切 毫无怨言 她们真心待人 不喜欢玩花招 她们有菩萨的好心肠 在一些事情上总是容易吃亏 但是终究善有善报 她们的福报很大 她们在中年之后 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幸福美满地度过一生 不管是出生在多穷的家庭 都有此锦绣人生 子女也会在她们的教导下 大有成就 这个月出生的女人 性格乐观特别阳光的人 而且在平日里也颇有生活智慧 对她们来说 过日子没有什么 是需要实现尽善尽美的 只要能让自己的内心过得去 她们就认为一切都值得 在结婚之后 懂得为丈夫省钱 更懂得谋划未来 她们愿意用自己的努力 多辛苦一些 也要为家庭创造更好的未来 所以说往往会有非常厚实的家底 也能让一切都越来越顺利 自己有能力让丈夫的生活过得好 也可以打造美好的未来 五农历十一月出生的女人 农历十一月出生的女人 虽然从小家境一般 要凭借自己的努力 但是她们拥有很广阔的前景 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都会非常顺利 就是因为她们天生有一颗热心肠 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有着很好的贵人运 在她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有贵人帮助 做起事来轻松不少 而且一辈子都有浮想 这个月出生的女人为人伶俐 但是却是个急性子哦 容易做事情风风火火 命中是有贵人的 不过为人喜欢过于计较 难免容易招来闲人闲语 希望多加注意哦 冬月出生的女人做事认真 努力肯吃苦 加上一般智商以及能力都不错 因此是能够自得其乐 获得名利哦 冬月出生的女人少年时期 运势不会那么顺 中年时容易深陷桃花泥潭 导致婚姻危机 需谨慎 晚年运势不错 能够享受子孙福泽 晚年生活安然自得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 下期见